基隆市长谢果良来到光阳电动机车新开设的服务据点 来了解一下目前店里面展示的电动机车 这两款电动机车都是未来要配合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专案车辆相当吸睛 市长也向媒体说明目前最新进度 我们主要的基隆青年免费电动机车也是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们也拖沓了在这边要来协助处理未来的相关车辆的申请 那也做一些机车的展示 那当然我们也会规划在人潮地点做一个综合的青年工艺免费电动机车的一个展示区 那我们这部分都在紧锣密鼓的规划当中 那有确定的地点就会马上跟大家宣布 因为我们跟包括中华汽车跟官华汽车的这些伙伴们 我们也每个礼拜都在开会讨论充电站的建制 因为未来如果很多年轻朋友来申请不只是车的问题 主要还是有电的问题 那这一方面也感谢台电在这方面都有给我们协助 现在都积极在申请这个充电站 然后在部件换电柜跟充电桩这两个机制 我们都在进行当中 那时程方面现在也是规划 原则上从这个中低收入户的青年朋友 到其他的青年朋友 我们9月下旬开始陆续要申请 我们目标还是在10月底陆续的开始能够把第一批的车能够交出来 那他都可以看到他有两款 i1跟这个S6 那他们的月费从几百块到一千块左右 那我鼓励青年朋友做自己的选择 如果是自己长期又希望月费便宜一点 那目前是有599元的月费的供选择 那当然这是绑约的 就好像跟市政府有绑公益约一样 就是在他两台里面我个人会推荐 如果我们的青年朋友是比较长自己骑的话 我会建议骑i1 因为i1的月费也比较有超值 那你可以说一下i1的 他也都白牌不是绿牌 那也可以说一下i1的性能跟i1的月费吗 是是是 这个i1都会版也是我们目前畅销机种之一 那他因为他的那个车重也轻 那速度也快 大概也可以到74公里 那他配备一颗电池 续航力大概也有七八十公里 如果说我们正常骑程的话 那当然工业局测出来的速度 是30公里的速度下去骑 会更远一点 那就全靠大家骑程习惯下去看 那我们这台的月租会是599 每个月599 绑约绑5年60个月 那对青年朋友应该是很低的一个负担 你绑5年其实刚好 因为我也是绑5年 大家还记得吗 我是绑5年 每年这个四个小时 那过去曾经大家以为讨论说 是不是要做完5年才有没有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 是拿车是可以马上拿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公益是能够做5年 那他们刚好绑月费绑5年 所以我们刚好的公益的责任期 也就是5年 有这台 我觉得这台还不错啊 今年朋友如果每个月想省个几百块 其实500多块其实就很好 是的 那当然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够纳入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案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毕竟第一年嘛 那我们继续努力 可是我相信 就像这个优先进入市场 就一定会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这一次光阳跟中华汽车 决定进入这个市场 那我相信他们有做了一个睿智的选择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感谢市府议会各单位 政府民间各方面共同配合 一起来推动这个青年公益专案 未来也会持续的修正 造福市民 营造基隆 公益有爱的优良文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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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